哪怕到最后 他和别人好都没有关系的 我怎么听起来 你是有所指的 我不给你解释 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你说要是你选择了方向瑜 那唐总怎么办呀 真是太难选了 你好 美女啊 莫菲呢 莫菲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方向瑜跟你说话呢 淘气 轩哥 按照原定日程 咱们今天就得走了 公司那边一大摊子 是让您处理的 吴总那边有一个合同 然后夏总监有个设计图 还要等您看 李师傅那边怎么样了 李师傅那边倒没什么 就是新秀馆建成了嘛 等您剪彩 是 帮我改成今天晚上 最版的好吗 我没啥呀 来等我家小莫菲啊 他去上学去了 他没跟你说呀 我现在就在隔壁 怎么他们这人鸡眼呢 莫笑语你是疯了吗 那人 我跟你说过是可而止 是可而止 你有什么资格来警告我呀吗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来 你想对莫菲怎么样啊 你说得挺清脚的 你是不是忘了我妹妹 失踪三年下了不明啊 还是忘了她以前跟在你背后 叫你铃轩哥哥 忘了她为你流过多少眼泪了 是不是 这三年你干什么呢 我问你 我问你干什么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她 那你把她找出来呀 你把我妹妹还给我呀 她从小体弱多秒 她在外边过的什么日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想想就揪心 你想过没有 你是她的名声哥哥 你想过没有我问你呢 小鱼等我找到了房间之后 我会给她一个交代 但是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你别对一个女孩下手 你现在别跟我提莫菲 我妹妹一天找不到你一天 你每一天都是我方小鱼的敌人 你记住了 你永远是我方小鱼的敌人 你记住了 永远是我方小鱼的敌人